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说 预定力变量 位置参数变量 其实就是预定力变量当中的一种 只是它的内容比较多 有四个 所以我们一般都把它单独拿出来 但是它其实都跟预定力变量的作用是一样的 系统时间规定好了 变量没有 不能更改 变量的作用不能更改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往里面传入不同的值 所以其实位置参数变量就是预定力变量 它其中的一个分类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学习剩余的这些预定力变量 有哪些呢 有这样三个 其实用的最多的就是第一个 它的作用代表是判断上一次的命令的结果 它其实是上一个命令的返回状态 如果刀勒问的值是零 代表上一个命令正确执行 如果刀勒问的值不是零 是一二三四或者任意一个非零数 它证明上一个命令执行不正确 那它到底返回哪一个非零的值 是由写这个命令的人来决定 我决定这个命令如果在这个报错 报某一个错误的时候返回一个这个报错数值 这个数值就会传递给刀勒问 但是不管返回谁不能返回零 因为返回零代表这个命令正确执行 报错值就不能是零了 也就是说它代表你上一条命令是否正确执行 这个我们试试 阿拉斯可以看到我们上节课写的这些参数 我的脚本 那这个时候呢 我echo刀勒问 大家就会发现 它的值是零 原因 而拉斯命令是正确执行的 但是如果我把命令打错了 它会系统报错 这项命令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echo刀勒问 它的返回值就是非零 那为什么是一二七呢 因为系统规定好了 当我碰到命令找不着的时候 给刀勒问当中传递的这个值 就是一二七 其实就是说 你就理解为 写这个命令的人 或者写系统的人 定义好 当命令不存在的时候 它的报错值就是一二七 就可以了 那如果让他报个别的错呢 也就是说让他找不着某一个文件 这个时候 看 刀勒问 首先他不是零 但是呢 他是专门的文件没有找到的时候的 报错信息 二 那也就是说 刀勒问 他的作用是用来接收和判断 上一条命令是否正确执行 在前面 咱们是不是讲过这个逻辑与双岸的服务 还有逻辑或双管道服务 他的作用逻辑与 前一条命令正确执行 第二条命令才会执行 逻辑或是前一条命令不正确执行 后一条命令才会执行 那后面这一条命令 他怎么能知道第一条命令是否正确执行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判断刀勒问 也就是说 刀勒问号为零 他的指示零代表上一个命令是正确 刀勒问号是非零 代表上一个命令没有正确执行 那我们学过的知识就串起来了 这是第一个预定一别量 刀勒问 他呢可以直接看到结果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再写脚本来支持他 就像刚刚那样 敲一条命令 然后看看刀勒问 就知道上一条命令是否正确 那为什么要有刀勒问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 为啥 我在这一眼 我们就看出来了吗 这条命令是正确执行的 因为有结果 这条命令是不正确执行的 因为有报错 那为什么还需要有刀勒问呢 其实很简单 这样的 他的这种判断命令是否正确执行 你都是用户可以判断 也就是说 经过我们的大脑和眼睛 看到了判断 这是正确 但是计算机 他怎么知道 他上一条命令是否正确执行的 他就只能依赖 道乐问 也就是说 我们写的程序 如何判断上一条命令 正确执行的 就只能依赖道乐问 好 这是第一个预定医别量 道乐问 接下来呢 还有两个预定医别量 道乐道乐和道乐感叹号 道乐道乐 它的作用是显示当前进程的 PID进程号 至于PID 我们后面讲 用户系统管理的时候会详细 但是呢 大家只要知道 每一个计算机进程 或者说计算机程序 它只要执行 都会产生最少一个进程 最少一个 有些程序比较复杂 可能会产生多个进程 那PID呢 就是这个进程的ID号 计算机是通过这个ID号 来判断 我到底是哪一个进程 好 那到了感叹号呢 它的作用是判断最后一个返回 或者说显示最后一个后台运行的进程号 进行了最后台运行的进程号 那这两个 一个是显示当前的 一个是显示最后一个的 而且这个是显示的后台执行性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程序 我们写了一个例子程序 那首先输出 输出刀了刀了 它的作用就是显示当前的进程号 当前的进程号 其实就是我写的这个脚本的进程 当这个脚本在执行的时候 这个脚本就是当前进程号 所以这个PID就是这个脚本执行的时候 它的进程号 那 我把一条命令放入后台 在临时当中按着幅代表后台执行 啥叫后台 Windows当中 我们是不是有最小话这样一说 我们看看 我们是不是有最小话这样一说 最小话呢 其实就是 最小话呢 其实就是放入后台 那 这就是放入后台执行 放入后台执行 哎 我的这个程序有点 有点 有点晕菜啊 我的脚本怎么 嗯 等等 好吧 我的换电片强制终止一下 他怎么不能 不能 这个 好吧 重新开一下换电片啊 重新开一下 刚刚有点小问题 他不能 最小话 那 这其实就是放入后台 那在我们的Linux系统当中呢 要想把某一个进程放入后台 就必须要加按着幅 它代表这个进程没有终止 但是放在了后台之下 那也就是说 我把一个搜索名列 搜索一下 入层目录下 是否有一个叫Hello.sh的 这样一个脚本 然后呢 放入后台 只要后台里面有工作 到了感叹号 就会记录这个后台进程的PID 它的进程号 这就是这两个为这个预定一变量的作用 一个是显示当前进程ID 一个是显示后台进程ID 那么试试 写个脚本 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 这是参数5吧 上次课课到参数4 那么就参数5 好了 echo 直接打印 就打印 到了到了 显示一下 我当前的这个进程号 当前进程的进程号 我不再像这个进程 这个程序里面写的这么复杂 还得加一个说明 这是什么 我们直接打印 其实作用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有上课 有老师在讲解 我就告诉你 这是什么就可以了 免得去打这个英文单词 其实超格的英文也不太好 这些英文都是我们事先查好的 你如果让我现在去打 我还真不一定能打得对 那所以我直接打 到了到了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执行一个命令 就范的吧 范的 范的 根下的 root 找root目录 在root目录当中去找 有没有name叫hello .sh的这样一个脚本 管他找不着 管他能不能找得着 我都把它放入后台 我的目的不是看他能不能找得着 而是看他的 的这个后他的进程 执行的进程的ID号 这就是这两条 预定义参 预定义变量的作用 保存 给他执行权限 参数5 然后执行参数5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一个是27888 代表这条命令运行的进程号 一个是在这个命令里面又调了一个后台进程 他的进程ID号是27889 好了 这就是这三个预定义参量的作用 其实用的最多的还是他 这两个指导就可以 万一用到的话 你最起码能看懂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个键盘输入 上节课我们学过了位置参数变量 我们说高的零 代表这个命令本身 高的一到数字 后面代表第几个参数 它的作用是向我的程序当中 传递指定的数值 用参数的方式帮你传 但是到当时朝哥就说了 这样的参数传递 只有写这个程序的人才会知道 我后面应该跟几个参数 然后呢 每个参数应该跟数字还是跟什么 那普通用户 当这个程序不是我写的 那我们就很难判断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用锐的来做这种参数的接收 可能更直观 更符合我的使用情况 它的格式是这样了 锐的加选项 后面加变量 选项有这样一些 钢屁加提示信息 可以在锐的输出的时候 在锐的等待你的接收的时候 会告诉你 请你输入什么样的信息 这样的话就会更直观 远比这种猜着去往里输出 输入要这个直观的多 钢屁的意思是说 我不能一直等的 你要是不加钢屁 你不往里面输直 它就会一直等的 那加了钢屁呢 你可以加数值 它会等待一定的时间 它的单位是秒 比如说等待30秒 你要不输 我这个程序就终止了 我不会一直在这傻等你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去追一个女孩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 老让各种各样的手段呀 让你失痛不欲生 生不如死 那这个时候呢 就说我不能永远的去等你 对不对 我总得有个期限嘛 你不能让我等到60岁 我还在等你 对不对 这不可能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等待的时间 杠N呢 后面加字符数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啊 不加杠N 这个锐的 它的接收是 必须你回车 才会算这个锐的命令结束 但是加了杠N 比如说我加了杠N等 杠N空格1 这个时候你只要输入一个字符 这个锐的就会执行 也就是说 它代表指定的 这个接收的字符处 你写几 就接收几个字符 就会直接执行 而不用你用回车 杠S是隐藏我的输入数据 这么说啊 很别扭 当然它会把你的输入数据 附给这个变量 哎 然后在程序当中 我就可以通过调用这个变量 来调用我输入的这些内容 这样说很难理解 我们写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看起来比较复杂 其实很简单 看干嘛了 锐的 当我等待 打印 等待30秒 打印 请输入你的名字 然后定义变量名 内容 这个时候 用户输入了任何值 只要一回车 就会把它保存在 内容这个值当中 作为你的姓名 而且不会抑制的难 而是等待30秒 接下来会打印你的姓名 输出你的名字是什么 也是说 这个程序的作用就是 看看你接收了这个值 你输了这个值 是否传递给了这个叫做 刀乱内蒙的变量 也就是它 那再来看第二个 这个里面加了一个S S我说是隐藏 我如果你输了任何的这个值 都会把它输给变量H 然后会打印这个H 但是呢 锐的是这样的 你如果不加S 你每次输入的是这个 这个数值都会显示到屏幕上 只要加了S 在屏幕输入的时候 就不会有任何显示 相当于这笔进藏信心 那这条就 这句话的语句是 做一个这个输出一个空格行 否则嘛 它会让我的这个 它会让我的这个 紧挨着它输出 这块写的有点问题 应该干嘛 把它写在它的上面 把它写在它的上面 这样的话就对了 它其实目的都是为了调整输出格式 如果不加这一行 也问题不大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只允许你输一个符号 干嘛 请输入你的性别 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你因为只需要你输入一个值 是m还是fail 所以当你输一个值 不用你回车 我直接就会执行瑞德 把你输入的结果 保存在这个变量当中 然后呢 输出这个变量 哎 性别是什么 那么写一下吧 当然这个英文比较多啊 还是这句话 超科不一定写这个英文 那我们就试试 来 vi read 加sh 好了 先是read 干嘛 杠器 等待30秒 杠器 给你有个点提示信息 place imput 输入 标 name 请输入你的姓名 哎 这个地方加个空格 不加空格 你待会输的时候 就会直接连着 哎 然后 把它输给变量 name i call 到了 name 那我先执行这一句语句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作用啊 甚至mode 755 read 执行read 看呢 他会提示 请输入你的名字 那我的名字是沈涛 那这个时候看 他会显示在屏幕上 当你一回车 看 就会告诉你什么 这个命令 这个你的结果 其实付给了变量内容 当然 我这个脚本写的非常简单 我并没有利用你的名字 去干别的事 我只是把这个名字输出了 当我们真正写脚本的时候 我就可以通过 你给这个变量当中输入的这个值 来进行一定的预算 哎 来进行一定的预算 这是第一个 再写一个 read 比如说 -s 隐藏 -t 等待30秒 -p 加提示 提示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的要求是输入你的 这个年龄啊 place place enter 1 h 输入你的年龄 把它保存在变量h当中 同时啊 我加一个输出换航符 这个我们讲过了 iQ命令是讲过了 然后呢 输出到了h 好了 那我们再来重新执行这个脚本 看看有什么区别啊 输入名字 ic 名字打印了 输入你的年龄 我输入18岁 看 在这里没有显示 原因是 -s 作用 已经藏了 但是 它是已经输入到了变量当中 是可以 已经把它输入了这个变量的这个 ic当中 是可以执行的 是可以执行的 好了 那是年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n 它的作用是 指定 你只能给这个变量当中输入某一个字符 只能输一个 输一个 你还来不及输第二个 它就自动执行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写 vi red 再写第三个 red -n 只允许输入一个 -p 然后呢 -t 等待 不能 让你一直一直在这输 np 这个时候呢 就是告诉你 请你输入m或者file 如果输别了 对不起 输多个 不行 那它的这个是输入到它的性别当中 然后echo到了sex 来打印 好了 这时候再执行这个脚本 我们试试 名 姓名 年龄隐藏了 但是有 这个呃 其他两个都是摁回车才会输入 但是现在看 我只要摁m 它就会自动执行 自动执行了 这就是这个脚本的作用 为啥输入两个 因为 一个是它没有隐藏 所以你输的同时 它就执行了 另外一个是echo 那这里其实只要加一个 echo 反斜杠 n 换行 它就应该分开执行 从现在来一遍 姓名 年龄 然后 哎 这块就会执行 当然这个换号符也打印出来了 这个东西其实不应该打印 好了 这就是瑞德的作用 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 那 回来再看这个选项 杠P 其实信其 杠T 秒数 这两个是每一个入的瑞德 只要写瑞德都必须写的选项 后面写编量名 当你手工输入任何内容 都会把你的值保存给编量 以便用程序来进行处理 这两个呢 看你的需要 有一些 我们比如说 需要你输入密码的时候 可以加-s 把它隐藏起来 来 让它安全一点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讲了两个 一个是运进的电量 另外一个就是瑞德 接收我们的这个数据输入 那瑞德呢 它要比我们使用位置参数电量 来接收用户的输入呢 它更直观 因为它允许你输入提示服务 所以呢 呃 我们更建议大家使用这个 当然 位置参数变量 它也是有它的作用 也是有它的作用 好了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就时间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